心情很差的还有这个老板了 男二高的观庙休息站呢 这个月22号遭窃 原来负责管理贪商的业者 新来聘一个会计 结果这个会计呢才上班两天 就趁着半夜偷走了五万多块钱的现金 监视器拍下来过程 警方根据了嫌犯印证的资料来抓人 业者前往指认才发现是抓错人了 原来这个嫌犯呢冒用了别人的身份 但由于呢跟被害人长得非常的像 连业者都差一点认错了 休息站的监视画面半夜一点多 一名穿白上衣的男子走进柜台 鬼鬼祟祟打开收银机 又蹲下来东翻西角 这是休息站新聘请的会计 没想到上班第二天 就把五万多元的现金偷光光 保全可能去别地方巡逻 他可能就是趁那个时间 有做动手脚的动作 前面一边偷还一边假装捕获掩饰 甚至走到监视器下方偷瞄 长相拍得清清楚楚 业者失窃隔天报案 警方根据应征资料 没想到却抓错人 想要报 我原本看不累 然后我想了 然后我同事 我员工把我拉着 我那时候看到 我就整个傻 我就原本要过去了 我就想说 因为我的员工说不是 不是他啦 因为他一看就知道不是了 原来嫌犯冒用身份应征 巧的是跟冒用的当事人 竟然长相神似 左边的是嫌犯 右边的是被冒用的本尊 不管发型 脸型 高甜的鼻子 以及嘴型都超级像 唯独本尊多了一撮胡子 极需要员工 所以就是我们变成我自己有点疏忽啦 他来应征的时候 我也没有很 马上去检查他的身份证 或者健保卡 一些重要证件 业者坦诚应征时太大意 没确认身份资料 搞得现在钱被偷 连小偷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只能公布监视其画面 拜托大家帮忙指认揪出真正的小偷 周天新闻高梦文继博士 台南报导 周天新闻高梦文继博士